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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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朗普散电不是取消蓬佩奥访问北韩的计划吗 他这个主要原因跟背景是什么呢 如特朗普总统自己他所说的 就是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没能取得足够的进展 另外在美中贸易关系尚未解决之前 他不看好这个朝核问题 就是半岛无核化那要取得更大的打 就是那个阔步的进展 其实除了特朗普自己所说的这两个之外 在他是这个蓬佩奥是在24号发布 他说他要到朝鲜 他当时要到朝鲜的是要跟那个美国对朝政策 特别代表新任的叫比根的一位先生一起去 但是就是特朗普在第二天取消了这个行程 这个理由是刚才我说的 除了这个表面上的理由之外 在这个8月12号的时候 新任美国驻韩大使叫哈里斯 这是一个非常强硬派的一个军人 现在是担任美国驻韩大使 他在8月12号在板门殿与朝鲜的富外乡吹善机 进行了一次会谈 这是一个秘密会谈 后来公布了 他们当时就谈的是说 朝鲜说我需要一个中战宣言 对1953年我们签署的 当时朝鲜和联合国 还有中国的志愿军三方签署的 这个朝鲜战争停战协定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机制 就是签署一个中战宣言 对这个战争终止战争 然后哈里斯就表示 代表美国的立场 我们可以谈中战宣言 但是我们需要你先提交 提交你的这个你有多少核武器 你有多少核设施 就是有关无恶化的那个先性措施 对对 你的这些名单先交上来 然后你怎么废弃这些东西的一个时间表先交出来 把这些时间表交出来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谈这个就是中战宣言 所以双方美国和朝鲜 现在卡在这个时间表 和这个中战宣言的顺序上面 另外一个最直接的这个导致特朗普取消这个原因呢 是金英哲呢 就是他是蓬佩奥的一个谈话的一个对口 他是朝鲜统一战宣部部长 他在向蓬佩奥发了一封信 他告诉蓬佩奥说 在我们这个半岛无核瓜的这个谈判方面 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你要宣布中战宣言 假如是你在这方面不想做让步的话 你不要劳苦的跑到平壤上来 所以是这是可能是这四个理由是造成特朗普 蓬佩奥宣布公布这个要去访问平壤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定能不能跟那个金正恩谈判的那个可能性 是吧 他当时还没有敲定 对是吧 那徐先生啊 那个您是怎么样研判这个美国这次的措施呢 其实这个这次措施呢 刚才这刘记者介绍的很清楚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种种的原因 当然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说是 这个就是为了这个来自这个北韩的一封信 就是这个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 统一战线部部长这个金英哲 他写了一封信的内容 其实这个我我的想法是这样 蓬佩奥呢在24号8月24号 并不是说自己决定说是要这样 肯定是跟特朗普事先有打过交道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 大概还没有接到那封信 所以呢那那那之后呢 就马上大概接到那封信 看看这个内容啊 好像说去了可能会空手回来 这样的话呢也觉得说这样不如不去了 没有实际性的意义的话 对对所以没有去 而且呢他把这个跟这个中国给他挂钩起来了 那就是说呢因为中国啊 那目前跟美国这展开的贸易战嘛 对而且这是空前的 史无前例的那种大型的这个贸易战 那么在这过程中呢 好像是这个中国呢对美国呢就存在一种这个不快的心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是不是这个暗地里来这个操纵北韩 来这个阻碍这个所谓的这个和平的进程 可能有这种想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中国好像是这最近媒体有报道说 中国呢从北韩进口了一些煤炭 大概有这么十四八次的好像是这样 那么美国就说了 就说你现在就不这么积极配合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乌合化的这个谈判呢 也难以这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所以因为这种种的原因呢 好像是这个取消这个就是蓬佩奥访问北韩的一些原因吧 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那个当时啊 就是说奥巴马说的 这个这个特朗普说的 这个朝鲜问题一定要跟中国的贸易的事情挂在一起嘛 所以说那个贸易谈判结束之后才可以谈那个朝鲜问题 对这也是一方面的是向中国施压 是 对因为现在呢 因为事情闹大了 现在马上就要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这个关税 就要升到25%了嘛 所以说当然中国也有准备 但是呢 中国呢 在这个金额方面是不如美国的 因为这出口的跟进口的有这么差别 那不管怎么样呢 现在呢 好像双方呢 都没有一个下台阶 当然现在 之前的这个 有些这个就是中间的谈判呢 当然是无果而终 但是呢 就好像美国和北韩现在在私底下进行这个交涉 一样啊中国和美国呢在这个这种贸易方面呢也是在私下的进行接触 所以说呢美国是希望这个两方面呢都能顺他们的意 就是能这个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解决 可是目前的情况呢也不是那么乐观的在这个美国的立场 那刘基就认为呢这个目前的那个半岛无核化进程 陷入那个将军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 嗯 我我我分析了一下这个哈 就是在程序上我们有一种叫upside down和downside up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下属的 比如说是部长级官员呢 双方进行对谈 是 然后谈到一些主要内容一些 嗯 我们这些部分是达成共识的 嗯 然后这些嘛我们有分歧的 嗯 然后上面呃部长级官员可以说我们这个我们在在在这样 在呃呃在互相让步一下 嗯 然后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呢 然后这个都决定 嗯 所以这是一般的所谓90%的会谈都是这样进行的 就是说downside up从下面往上面走 嗯 然后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特性会我们是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 嗯 当时这个是3月的时候韩国的国安市长郑义龙 嗯 他访问朝鲜以后呢带着金正恩愿意契合的议员 嗯 他跑到美国去 然后就在会见金呃特朗普的那个会见场地 嗯 被呃特朗普邀请 嗯 又曾益荣向全世界发布 所以他要举行跟呢金正恩举行呃呃美朝羞脑会谈 嗯 所以是这样突然以下这个我们说从下到上的这些程序呢 突然变成从上到下 啊 从上到下 我觉得这个程序上呢 那你大原则我们在6月12号他们已经打成过 就是说呃就契合无合半岛无合化达成共识 但是时间表忘了商定 嗯 那时间表假如是弄好商定的话 嗯 我们从2002年谈了16年那都傻瓜在那谈的呢 嗯 那所以是这个现在是卡原则大原则已经谈好了 但是细节问题难谈嗯 然后在契合的一个推动推动力方面呢呃呃 朝鲜泽看过卡扎菲被杀和沙特姆被处决的这一方面 他应该他说我把这个核武器我都放弃无合化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呃受到我安全方面的保障呢 所以我提出一个这个嗯 中战宣言和平和平和平宣言这方面的提议 假如是你连这个都不能答应的话呢 嗯我哪有动力可以推动下一个步骤 那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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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愿意放弃核武器 这个不是通过中国说的 它是通过韩国的国安市长 曾义龙所发表的 然后在宣布中战宣言的讨论过程中 我们就是特朗普五月的时候 韩国总统文在义访问华盛顿的时候 他在那之前 他说我们要和中国 美国 韩国 朝鲜 四个国家谈这个中战宣言 到了美国回来以后 他表示说我们不要中国 我们要韩国 朝鲜和美国 我们不要跟中国谈这个中战宣言 对中国来说 我们也说接着呢我们都死了 然后呢我们被卸了墨杀了人 被卸墨杀驴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种美国 这种很横行 很任性的这种做法 对朝鲜来说我想这个有点行不通 另外一种就是 现在这个局势在变 就是说通过朝鲜与美国的首脑会谈 然后在朝鲜与韩国的两次首脑会谈 然后在中国要积极拉拢朝鲜 谈了三次中朝首脑会谈 然后呢在七月的时候 日本和朝鲜的在越南也偷偷也进行过一次秘密会谈 突然间朝鲜呢成为了一个东北亚的一个香饱饱 然后呢他原来就是受到那种制裁 然后觉得说除了契合之外呢 没有别的生存的途径的这种 突然也好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 虽然不能说是豁然开朗 就是说比以前受制的那种感觉宽松了很多 这是他的国际环境的比以前好多了 我想这些我提出的这些理由呢 都是这个使半岛无核化进入僵局的一些背景和原因 这边有一点呢好像是这样 就说那个其实日本和北韩之间呢 除了这个核岛威胁以外呢 还存在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被绑架的一个日本人的问题嘛 那么这个过去呢 因为跟北韩没有这个可以直接对话 所以呢他就请这个特朗普帮忙 请美国帮忙 说你开会的时候呢 把我们提一提这个绑架的 特朗普不甩 那么到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进展 所以呢我看这个日本想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自己想办法跟北韩进行接触吧 所以说可能促成了这个所谓的 刚才七月的这个越南的一个会谈 这个据我所知呢 是瞒着美国进行的 好像是偷偷打 是报道是这么说的 美国也不知道 那么这样以后呢 马上这个就是日本 这个不是游客到这个北韩区旅游被这个扣押的 不到一个月就给放了 那么过去日本呢抓了一个人质的话 不可能说是在这么那么短短时间给放 所以这一次呢 既然这样的话呢 可能跟日本跟北韩的这个就是进行的会谈 好像取得了一些进展 那么以后呢 如果说美国不再帮忙的话呢 那么他还可以跟这个北韩 日本还可以跟北韩直接的进行对话 但是呢 我觉得说没有美国的支撑的话呢 你说这个装编之间的这个问题呢 可能不能说是这个马上就可以后到解决 看来这个未来朝鲜问题 就是北韩问题的那个事情来看的话呢 就是好像更加复杂了 过去那个日本都没有加入进去的时候 现在对日本也加进去 那现在韩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陷入僵局了 所以说这个前两天就是5号 就又派遣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特使团 又去了嘛 那个这个特使团呢 在3月份的时候呢 他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那么又促成了这个 当然这里有文在寅总统 跟这个金正恩 这个委员长之间的一些 这个有两次的一个这个收脑会谈 但是呢总是呢就促成了这个 612的这个新加坡的 6月12号的 美北这个收脑会谈 所以说呢 觉得说这个这帮人 如果再去的话 可能对目前陷入僵局的 可能会有些帮助 所以呢又派了这5个人 这个到这个北韩去 然后呢去之前呢 说是不是能见到 金正恩 哎果然见到了 那么见到了以后呢 当然把这个文在寅总统 亲笔信也给他了 那么也说了很多话 那么这里呢 大概北韩的立场是这样 我做了很多一个 无核化的一个前期的措施 又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核实验场也炸毁了 这个西海的卫星发射场 这个也毁了 做了这么多 然后呢这个美军的遗骸也送了 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呢你连个这个中战学员都不给 所以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很难进展 所以希望呢 美国在这一方面呢 能多少能做出一点 让不好像排 发出了这样的信息 这个其实韩国政府派出那个特使剂钱 就是说好像跟美国通过电话 跟特朗普总统 王将军总统那时候就没提好 这个就是清华台部门 就是没有确这个确定 能不能跟金正恩见面 但是白宫呢 就是暴露出跟金正恩见面 还可以谈那个有关 那个无核化的进程事情 其实这个 好像韩国跟美国之间 发生了微妙的一些一些 在这个发布信息的时候 其实韩国特使团去以前 当然这个美国和韩国之间 也有一些就是沟通嘛 很多人说这个 郑益荣昨天晚上 今天晚上回来了嘛 回来了以后说 第二天再跟美国再进行联系 我觉得不是 当天就已经跟美国方面 把这些内容都已经说出去了 所以说以后要看 看这个特朗普要怎么样 做一个决定 郑益荣他在军总统会上 被问及的时候说 你会不会到美国去 向美国介绍你到 访问朝鲜这些会谈结果呢 他说我们会通过 外交渠道 我们会详细的 向有关国家所介绍 他没有说是我本人会过去 这没有说 那我们就谈一下 就是5号派去那个特使 那回来之后 他不是有新闻公布会吗 这个新闻公布会当中 那主要是那个特使 派到那个平廊之后的 主要议题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这个如韩国清华台发布的 他派前特使的一个主要目的 其实这是他表面的目的呢 就是有关 我们在8月的时候他们商定一个在 平壤举行第三次文经会 也就是韩朝首脑会谈 对韩朝首脑会谈的具体行程 这个行程呢 通过特使访问的商定 在9月18号到20号之间 在平壤举行 然后为此呢 韩朝双方将会在用 从下星期开始 在板门店举行相关的工作会谈 另外呢 金正恩 据特使坦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这次访问朝鲜的时候 金正恩表达了彻底契合的意愿 对此会继续进行与韩国 和美国的一种交流和对话 然后呢 他会继续推动 为缓和军事紧张的韩朝对话 然后在韩朝首脑会谈 也就是9月18号之前呢 会启动在开城开设的 韩朝联络办事处 这四项要点 我觉得前面那些都是 这个原则性的一些话 这个就是为了这么半岛的和平 稳定 无核化 这个都是没什么意义的 其实 那么这次去呢 当然我觉得有那么两点 这两点呢 首先就是敲定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 第三次的文经会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是在上一次 在板门店不是举行了 南北韩的高级别会谈 那个时候啊 这个北韩的那个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 那个李善权 他好像已经漏了点风声 表示说他们已经 在那个时候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 但这个呢 可能是留给了这个特使团 所以说18到20号呢 可能是之前已经决定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现在就是联络办事处的问题 这联络办事处呢 就美国呢 一直对这个持有这个稍微不满的这种态度 所以说呢 因为韩国走得太快 走得太急太快 这个呢 也是这个已经是 南北韩之间已经基本上也达成协议的事项 所以说呢 等时间 这8月呢 本来说8月 8月已经过了 那么才9月了 那么现在呢 说是举行首脑会谈的话呢 那么最好是在之前 其实啊 那那那那之前呢 说是在开城 后来呢 因为美国又说了一些话 所以说韩国政府说 那么是不是要在板门店 可是呢 开城那边已经该该做的都做了 一个证据也盖了 也这边都准备好了 所以说这一次呢 但可能是去之前呢 多少取得了美国方面的量级 所以说呢 就是决定说是这个 就是18号以前 那么就在开城 来开一个这个南美韩的联络 对这个好像是 美国的立场是比较反对的 好像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通过那个统一部的立场 他曾经说21号的时候 8月21号的时候 他说我们要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就可以启动 然后呢 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要马上要启动 然后他一直在推迟这个启动 联络办事处的启动时间 我想这个与美国的一个立场 有一些差别 美国呢 就是说在朝鲜提交的一个 七个时间表之前呢 我们继续加大施压的力度 那韩国呢 就说认为这是 我们就像瑞典在那边 有一个大使馆一样 我们的联络办事处 应该是不受美国的影响才对 看来那个9月份 就是好像 瑞典来半岛问题的 一个关键时刻了 9月9号不是 那个朝鲜 就是北韩的那个 建国日嘛 9月9号 然后那个 蓬佩奥还要等着 要去那个平浪 加上那个 18到20号 刚才您说的 那个南北首脑会谈 加上那个 18号到10月1号 就联合国不是 还要搭会嘛 所以有这样的事情 那您觉得 这次9月份半岛局势 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的 比较好呢 因为啊 时间太紧迫吧 对 因为这个蓬佩奥 不是第四次防北呢 是取消了吗 是 那这个呢 好像是在9月之内 再次防北的可能性 好像是 现在并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说了 只有这个 北韩的乌合化 取得进展 而且呢 这个中国表现出 积极的态度 就是中国配合 合作的话呢 对 那么才让他再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除了北韩以外呢 这个中国也有责任 所以希望你们两方 双方呢 要好好考量考量 要怎么样做 对吗 那么现在呢 首先 这个9月9号 这个有个阅兵室嘛 北韩就是 他们这个正确成立 其实中年月明市嘛 这个时候呢 本来 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 好像是多少 要得考虑 要去出席这个 曾经那个 新加坡的一个 一个媒体 就 对 报道出那个 而且呢 这个好像 俄罗斯总统 普京好像也有 现在呢 现在已经决定说 这个习近平主席 他不能去了 当然因为 现在跟非洲国家 一些什么首脑会台 对所以说 为了这个 因为日程排得太满 太急了 不行 那么普京呢 好像也是 不能参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 但有些一些 北韩的友邦的 一些首脑 可能会参加 但是呢 样子不怎么好看 那么习近平 如果参加了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闹得 就更大了一些 可能压力太大了 对 所以说呢 反正是 现在不管怎么样 是不去 那么99节 结束以后 那么 当然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 刚才说了 这18号开始 是这个南北韩的 这第三次的 一个文经会 那么这个 如果说有了一个 好的结果的话 如果有好的结果的话 我想 蓬佩奥可能在 9月底或10月 可有可能再次 访问北韩 那如果这个谈的 还是一些原则性的话的话呢 我想这个也是 这个美国和北韩呢 这个大概在这个 乌合化谈判过程中呢 可能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现在问题是 美国呢 要求的是 一个是清单 一个是时间表 那北韩呢 我已经做了这么多 如果我这个都给你了 然后你只给我一个中战宣言 这个也不对 因为他也看到了很多 在非洲 东非 什么北非国家的 这种情况 所以说 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是僵持到底的话 当然北韩 这个经济方面的压力 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这要看 中国的态度怎么样 这个习近平 不是那个 这个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这个 特朗普 特朗普说的很对 看的也很准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中国呢 主席 国家主席不去了 那么国务院总理呢 也不好去 那么就排名第三的 就派这个 决定派遣 这个全国人民大会 常委委员会委员长 等于是那个 立战书呢 去出席 参加这个 阅兵仪式嘛 这样的话呢 即使中国也是已经 可以说是给金正恩 相当大的一个面子 因为他本人是 因为说错不开身 所以有这种原因在那里 不管怎么样 如果说真的美国 一定要他 拿出清单和时间表的话呢 这个跟中战先月来交换 我想这个金正恩 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我们再谈一下 那个南北韩联络办事处的事情吧 就是美国一直带有一个比较油虑的事情 而且是带有一定的不满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 会不会引起韩美之间的 一个产生不必要的一种矛盾 或者是一种分歧呢 我觉得联络办事处 你假如是你从一个好的眼光来看 这个不但是对韩国和朝鲜之间有帮助 对朝鲜和美国之间的对话呢 也有一定的帮助的 那美国呢就是说 我一个大原则就是说 在朝鲜递交他们的时间表之前 我们全部加大施加对朝鲜的施压力度 然后呢 这个你们这个联络办事处 我想他美国不是说反对着联络办事处 而是当前不能这样进行 所以是这个呢 我觉得是应该需要谈 需要谈 我觉得这美国就有一点太任性了 我看来这个事情已经谈妥了 所以这个才能发表 说是我们在这个南北韩 第三次首脑会谈以前来开始 这个表示说已经跟美国呢有了沟通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铁公路对接 这个是不可能 为什么呢 这个是真的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的 对 所以说这个呢 跟这个就是他们的经济制裁 是有密切的关系 是 因为这是钱会进去的嘛 所以说我想美国在这方面是不会让步 但是呢 现在在这个联络办事处这一块呢 好像是美国呢就后退了一步 那么也希望呢 这个有了联络办事处以后呢 韩国和北韩之间呢 因为有了一个可以说是常设的一个对话机构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为这个乌核化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那18号到20号那个温战总统要访问平浪 那你觉得那个之后的半岛局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叫重要的是什么 你这个九月 这个其实这个九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 如果说这次去了有些这个进展的话 那么可以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和北韩呢 真的是硬对硬 硬碰硬 他呢说是一定要你要拿出清单和时间表 那么这边呢说你一定要做一些相应的措施 我已经做了这么多 你要多少要表现一点 我才能再往前走一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如果是解决不了的话 这个还会还要继续再拖小 而且文在寅他到了平让他拿出来的东西 也没什么太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拿出来 看来啊就是半岛的局势 仍然是就看起来是一种比较温和的 或者是有一种缓和的气氛 但是每个国家之间的一个肩膀弩张的情况 仍然是存在 好像是非常敏感 而且是更加敏感的那个地步 希望是这九个月能够那个顺利度过 而且加上得到比较圆满的一个成果 希望是这个半岛局势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 今天的社交点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收看 下周见 再见